在這個禮拜過後 那其實就開始面臨到莫德納 要打第二劑的壓力 那現在進來的莫德納 我們也規劃打第二劑 現在這個莫德納混打高端的 計畫 昨天已經通過了IRB 然後也包含給指揮中心 就要跟我們這邊取得同意 那不知道我們這邊 是不是收到了 那我們怎麼看這個混打的試驗 然後因為他們預估最快10月底就可以送結果來 那假設真的做得不錯的話 我們真的會開放 混打嗎 當然 相關的一些實驗都在進行 那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看他的結果怎麼樣 但他結果出來之後 還是要由專家來做討論 再來決定我們施打的方式 MRNA的莫德納混打蛋白疫苗高端 這樣是OK的嗎 第一個就是 因為就是我們就是還不知道這樣的 情況 那就在學理上認為可行 但是也是要在事實上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才能夠證明 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研究的單位 在進行這種不同的混打 那一個 就看他就是說效果怎麼樣 然後做一些互相的 一個比較 那最重要是可以讓大家或讓政府在 做政策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那不過我們得到這些結果 我們還是有自己的 專家 那也要經過專家的一些審議 跟建議才來做好這樣的一個施打疫苗的策略 國外有採取MRNA疫苗 混打蛋白疫苗 這樣的施打方式嗎 不然我們怎麼會覺得說 學理上市可行 那就是研究單位的一個 根據他們的一個血氧跟知識裡面的一個 判斷 那IRV的通過 都經過層層的一個檢視 那實驗 相關的實驗並不見得說一定是國外 有做過 那臺灣才能做 那要不然臺灣就 永遠沒有辦法走在前面 所以相關的研究一定是經過IRV的一個審慎 那還有主持人 相關的一個在學理上認為是可行的 才會往這邊來走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策略上還是一樣 現在到的 我們現在開始AG 因為AG開始比較早 那所以我們現在開始AG 現在打第二劑 那未來逐漸的在 在這個禮拜過後 那其實就開始面臨到莫德拉要打第二劑的 壓力 那現在進來的莫德拉 我們也規劃打第二劑 那VNT的話 我們就規劃打第一劑 那這樣子兩邊來並行 那至於高端 他本來就說 因為相關的研究 到現在還是只有就是說 隔四個禮拜左右 就要開始來打 所以那個在這一個月也會高端 以打第二劑為主 是不是可以保障那些打過 第一劑莫德納的 第二劑也可以打莫德納 基本上是這樣做這樣的安排